因为疫情一度陷入困境的台中永丰站酒店 在今年6月有连锁智能饭店集团进驻接管 在品牌的加持之下不但经营动能提升 而旗下知名的阿丽海鲜也强势回归 以澎湖空运的海产提供新鲜美味的各式料理 而恰巧台中拍摄八点档戏剧的米可白跟肖锦红 也趁着这个机会一同前来大担海鲜料理 新鲜中卷汆烫过后加入葱姜蒜和酱汁调味 大火快炒香气瞬间四溢 放进砂锅内这一道三杯中卷是不少老饕必点的菜色 盼了快一年永丰站旗下的阿丽海鲜 如今重整旗鼓重磅回归 我们现在所有的食材都是从澎湖空运过来 我们保证新鲜 国研级大厨李文展带着团队精心设计菜单 不但老客人回流 而正在台中拍摄台式八点档的米可白和肖锦红 也和剧组人员一起来品尝秋季当令的美食 三张 米可白才刚夺下金钟奖戏剧节目女配角奖 挟着镀金的人气 饭店工作人员正向合影 而她这次在新戏当中饰演的是职场女强人 跳脱以往苦情的角色 要挑战演技更上层楼 女生那种坚强然后那种勇敢然后那种不放弃 就我希望可以全这种感觉 希望观众可以看到我比较不一样的样貌 而和米可白演对手戏的肖锦红 原本是歌手跨界演戏 他坦诚压力不小 这一次是真的第一次演对手戏 然后因为她刚得金钟女配角 我现在压力更大 这一次我觉得会花更多时间在默契上面的培养 实力坚强的剧组来到强势回归的饭店 阳光正向的能量相互加持 要一起攜手追分成功 界中部综合报道 değkilö